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的是UV貼圖 這個主題好像還沒介紹過 UV貼圖你可以看到我們貼的不深 但是我們做一個骰子 一個白色的骰子上面有1.2.3.4.5.6.0 這個東西怎麼在Blesser裡面做出來 我們先重做一遍 整個關掉 用來貼圖 那UV貼圖就是基本上你要在模型上面貼任何圖 那個不規整的模型 你要貼圖其實是可以的 像之前我們是一塊一塊塞顏色用指定的 但是這樣其實很麻煩 而且沒有辦法貼一些不規整的顏色 所以我們就要用UV貼圖來完成這件事 那要做UV貼圖你要先進這個 叫UV negativity OK 進去之後呢 OK這個工具可以不用 那這邊呢就留著 這裡會小一點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OK這裡有一個 立方體 我們按Tab去編輯的時候 這邊會有一個Mesh Mesh 我們選擇UV ConRable ConRable的話就是把它展開 展開就會把這個立方體的面呢 整個攤平在裡面上 那我們選Smart UV Project 有它攤平的結果會比較好 好 那它會問你要一些參數限制 我們就直接按OK就好 這時候你會看到有一個 這樣六個面 因為我立方體能說六個面 六個面的東西抹出來 但是在這裡其實還沒有 開始真正的貼圖 所以我們要在這裡選擇一個 Create a New Image 這時候你可以給它的名字 比如說UV Dice Dice就是材質 那這時候你會看到 這已經有貼圖了 但是它的底色全部都是黑色 全部都是黑色的 感覺不太適合 但是我們先建立一個圖層 那接下來呢 這個圖層好像不一樣 好 沒關係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選 就是需要去用畫筆 把它畫出來 那現在我們需要說話筆 OK 以前說話筆 還是我轉不到 畫筆 現在有一個圖層喔 對這裡這裡有一個view 你改選pand 這裡就會變成可以畫的模式 那可以畫的模式 下面這邊畫一個pand 那pand的時候 你這裡有白色的話 它就是畫白色 OK 但是我現在不想要黑底的散子 我想要白底的散子 所以呢 我先把這個半徑設的很大 設的很大呢 我用白色把它全塗了 這樣子我就會得到一個白底的塞子 OK 那得到白底的塞子 確定白底之後呢 再把這個半徑設為小一點 比如說30 然後我希望如果上面是紅色點點 那我就選紅色 那這時候呢 我就在這邊按一下 多點幾下它會更紅一點 那你可以用圖的方式也可以 OK 那這是一點 老師怎麼弄成那樣顏色 喔 我先遲到晚再跟你說 喔 那這是兩點 那三點 三點是怎麼畫 三點是這樣畫的 切燈切燈 好這是三點 十八點 再來四點 好 我畫的不太難畫 再來五點 可以直接用不斷亂切的方式 再來六點 那你應該可以畫的更紅色 對 好這樣子我們的貼圖還沒好 當我回去的時候 或者如果按F12的時候 它根本就沒貼上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材質上面沒有設優異貼圖 所以我們要回到這邊 材質這裡 我們要去設優異貼圖 那我們在這裡要設 UV貼圖是一種影像貼圖 所以要設image 那 這個image呢 我們就選剛剛的UV代詞 你會看到它的點其實貼上來 但是貼法呢 以現在而言 你會看到 不對 它把整張圖都平貼在同一個面上 這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呢 我們要 修改一下 這邊有一個Mapping coordinate裡面 我們要選擇UV 這樣子它才會造我們的貼法 那你會發現光線不太夠 那這時候呢 就設一下環境光 好 這樣子你就看到1點2點3點 那你轉個面的話 就4點5點6點 你可以看到UV捏圖這樣子 是有貼上去 當然貼的一方比較簡單 你如果要貼一個很複雜的人物建模 你會發現它展開的那個東西很複雜 你會不容易看到 不過原理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花很多時間去貼人 那各位可以先試試看 一個比較簡單的 像黎邦尼這樣的貼入方式